我们把图打开 因为这段时间图还是比较连续性的 看大盘的一个指数图 我做了一些量化的一个数据线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大盘屡次在我们的上的量化的压力线位置 就屡次无功而返 慢慢的在这形成一个复杂的 这样一个横盘的一个震荡的形态 但是现在我们看下来 不能从我们中间的市场均衡线来说 它已经手入 昨天虽然是阳线 你看今天基本上就破坏了 真轨已经是失手 失手了我们下一个支撑点就是在下轨 就是3480多点 这个从短期来看 呈销量来看 从我们目前下面的买方动能来看 都指向了下面的 也就是意味着会低迫3500点 这样的位置 所以刚才回答前面的问题是 从短期来看指数难以 有大幅反弹的这种动力 另外一个方面从外在来看 美国的加息的预期 对我们的扰动 第二就是目前存量资金 因为存量资金一直不大 市场观望的情绪非常隆重 因为不停的有这个板块 那个高景色赛道不停的在调整 所以它也杀上了市场人气 在这样的话杀固执时代 我看整个固执向下的均衡的去往下走 所以这样的时候 存量资金的运作就集中在体裁过程 这样的话 大盘也很难出现像样的反弹 那么如果不论反弹 可能存量如果保持这样低迷的状态 可能还会继续向下探紧 那么三千五百点之下 我建议操作来说 可以采取 就是稍微的开始 就是加仓的这种状态 就是主策 这个主动性的这个加仓 因为节后呢 我们看到一个大背景还是存在的 比如说 从开年之后 你看到我们各个地方政府 开始升级了这种 关于支出 投资 关于这个稳增长的心理的 包括专项债 连度去的发放 各个地方政府呢 就是正行经济 或者稳增长 所以这个路线呢 可能还会强化 另外呢 我们还盘中于 如果说反弹的信号 还有等待 现在货币上来说呢 目前来说 还没有看到 就是大规模的这种状态 因为还是观望期 所以我们看到货币政策 财政的双重发力 比如说出现一些的 对于有利于制造业的 一些税负啊 等等 这样的话呢 我们认为 行情就会大规模展开 这个预计呢 可能会在春节后 甚至春节前呢 探地成功 也有这种探地的可能 所以大家先不要惊慌 因为存量资金呢 它是有运作呢 它形成后呢 有很大的合力 所以这个时候呢 反而冷静地去做 不要就是说 难砍难舵 而且冷静地 就是有股票的 你可以做一些T加零啊 没股票的 那你就清仓 或者保持观望 在第三千五百年之下 再考虑去加仓一些 就是缓慢加仓 不是猛加 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会你的心态会更好一些 在这种情况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